作为跟Google合作开发两代Nexus手机 Nexus S跟Galaxy Nexus 两部Nexus手机的一个厂商来说 我们比较惊讶的是 他们在Galaxy S3上面没有跟进 Google的一个新的Android 4.0按键标准 就是一个在萤幕上一个 at home跟多工作一按键 的这个设计 而是采用了一个自家的 一个home bag menu的一个设计 那这一点对于 可以说是最密切的合作厂商来说 他们也不跟 也是一个比较 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分裂状况吧 因为 其实在这么大的手机上面 我们把这个 manu的按键放在这个地方 对于一个常用按键来说 我们经常用这样的那只手机 然后还要用手指拖着再把手移过来 才能够按到目录按键 其实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在Android 4.0上面 厂方或者是Google要把menu的按键放在这个Action 上面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因为就这样拉着然后在这里点一下就可以 而不用再这样换一下手才可以按到 而且呢 再把这些按键放到荧幕底部的话呢 也是可以减低这个按键跟手指键的一个距离 那这样按 总比这样按会安全一点 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原本做一些N94.0的标准修改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很多厂商都没有跟进 不跟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之前已经使用了HTC的手机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HTC手机上面 Back Home的工作页按键 三个按键的摆放的位置就是这样 但是呢 除了Home按键以外 Home大家都是在中间 然后其实在返回按键的摆放上面 两部手机是不同的 所以呢 单单就是这一点 我们已经需要不小时间去适应 也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 所以就算Google要把这个按键的排列要先制起来 或者是规定厂商一定要把放这边 Home放中间 然后另外一个按键放这里 因为另外一个按键就是这个多工作按键了 但是很多厂商还是没有跟 就是继续用自己的Menu的按键 但是呢 就算要限制厂商要怎么摆放的这些机面按键 其实对于厂商的一个特色来说 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一点是我们有一点不喜欢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要说一下一些不好的地方里面还算是一点不错的 就是当我们用一些Android 4.0的一些Apps的时候 好像是有点细 我们打开 然后呢 在横向的时候我们按Menu按键 一般的Android 4.0手机会在荧幕底部中间 在这里 开一个Menu出来 但是在Galaxy S3上面按一下 这个Menu会在右边 右手边 那就是我们按了以后 把手指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用到 不用移到中间才可以使用 那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那在左手边也是一样 那在左手边也是一样 我们的Menu在这里 按一下 移动一下就可以用 这个是 算是不错的一个设计的地方吧 那这一部分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 我们对于做工上面的一些 可以说是一个 跟期间定位不同的一个 或者是不太不太契合这个定位的一些 呃一个做工 那当我们放大一点来看的话 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这个银色基边 这个都 这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明显有一点 一条横线 而这条横线其实是一个 塑造接驳的位置 所以呢 在这里是可以明显地摸得出来 是有一个 高度上的不同 然后呢 在一些角落的位置 也是可以看到 除了这个横辨以外 也是可以找到有 一个直向的接驳的位置 不但明显 但是还是可以明显看到 有一个直向的接驳位置 那这个就是四个角落都会有的一个 接驳的位置 那这边比较明显一点 那这个就是 呃 也不是说它是一个缺点啦 但是 可以说是跟 这个旗舰定位 有一点 不搭的地方吧 那这个就是 在做共享有一点点的 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但是 对于它整体的 呃 一个印象 并没有很大影响 因为这个手机还是 是非常轻的